好了 然後 然後呢 這個其中有一個三角形 這這個三因為這個三角形就是 這個分開來加起來的就大於 這個原來的 而且這個記得現在現在不只在 不是在說原來的 這個這個裡面的FG FG在每一個三角形上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其實不太知道說 它的積分值還會不會一樣 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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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FG走在它上面是不一樣的 入鏡這樣子 就是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面積是一樣大小的 但是這個積分值不一定不一樣 但不管怎麼樣子 這加起來比它還要大嘛 所以起碼 起碼有一個 其實起碼中間的有一個呢 要 要超過四分之一 不然大家都沒有超過四分之一的話 加起來根本有打不過它 所以就假設存在一個 其中的一個三角形 這個神秘點 等一下大家先不要超好 等一下 等一下要改這個詞 其實我現在就可以改了 就是神秘三角形一號 就是從這四個三角形找出來的 反正一定有這個三角形 一定有這種三角形嘛 使得呢 這個 使得呢 這個三角形 就是記憶圈的話 這個一號三角形 其中的一個 FG底記 它是要大於等於四分之一的 這個原來的三角形的 那個記憶圈 這樣 我們會得到這個結果 好 這個就是 我們辛苦要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好 這個偉大的獅子 終於得到了 就會得到這個可愛的四分之一 那我們就是 就是 顯得開開心心 直到現在 好 然後呢 大家就可以想像 我們要做的事情了 好 我們在這邊稍微畫圖一下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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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呢 我們一開始 雀屏中選的呢 就是它 我畫 把它 用特別的顏色把它標起來 假設 我們就選到它了 這個黃色的 我們把它叫做一號三角形 主標在下面 然後呢 我們再做跟剛剛一樣的事情 就是 再把這個當作原來的最大的三角形去做 然後我就再開始切 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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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這樣 切切切切 然後我又會找到另外一個三角形 另外一個三角形呢 另外一個三角形呢 就是 它的那個 面積又不合這個 這種柿子 就是這樣 不是面積啊 就是基地圈的 直啊 就這個柿子 那這就是我們的二號三角形 然後一扯了一推 我們就一直這樣走下去 然後就會有一連串的這個不等式 這樣下去 好 我們 我們來 試做看看這件事情 好 就這樣子一直做下去 一直做下去 一直做下去 然後做到 無窮無盡 然後這個三角形 越來越來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哎這個全部都是 Closed Triangle 等一下我要問一個很高級的問題 好 這個我們先 先不說廢話 我們先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呢 我們就是準備 Repeat Repeat 這個開始上面的那個Position 怎麼做呢 我們就是 這一個三角形 來 這一個 也就是說我們把這個 一號三角形變成最大的那個三角形 再做一次 那就會求出二號三角形來 那二號三角形又符合這個式子 這樣推好 然後再求出三號三角形 再求出四號三角形 然後再人一直內推 就這樣一直做下去 然後所以我們就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找到了 我們就找到了大概四分之一 沒有 就剛好四分之一大小的那個三角形 然後積分值 是符合那個式子的 好 所以我們就找到一個 Triangle 好 使得什麼事情發生呢 使得就是一樣的事情又發生了 就再一樣的事情又發生了 就是我們再度 再度再度 得到一個新的三角形 叫做二號三角形 然後再繼續做下去 又會得到三號三角形 還是一直內推 好 相信大家也知道後面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寫很快的寫一下 誒 可怕 這個 好像來不及很快的寫一下 我們大概只能很快的寫到這個式子 好 就是這個二號三角形呢 記憶圈 就大於等於四分之一的一號三角形記憶圈 F of Z 這個又大於等於四分之一 另外四分之一嘛 這個本來的又大於等於四分之一的那個 原來的三角形記憶圈 所以就四的平方分之一 F of Z 就這樣 還得到這個偉大的式子 就這樣 好 做到二號的時候有這個式子 做到N號的時候最後就是4的N次方 可以吧 可以看到已經在下課中即將打 即將響起 所以我們目前得到這個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一路再給它切下去 然後我們要看發生什麼事情 先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再繼續回來 這個呢 我們剛剛說的呢 我們就是證明到 就是我一直切三角形 會切成四分之一大小的一個三角形 然後它的那個積分符合這件事情 然後再切四分之一大小的三角形符合這個式子 然後我們可以這樣子一路的給它切下去 好 這樣一個不用說的就離路切下去了 然後我們就得到呢 這一個 包含一號 包含二號 包含 太高興 包含 一直到包含N號 反正你可以一直切下去了 齁 就一樣的方法 然後就假設切到N步的時候 我們會得到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高級的式子 很想要從這邊直接寫出來 好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高級的式子呢 就是這一個 N個三角形 N號三角形 就做了N次這個步驟之後的N號三角形 它會比下一個 上一次啦 上一個 上一個 大 大於等於四分之一的上一個 上一個其實比較大 但是呢 就是 四分之一以後就比較小 就這樣子 小一點 然後Apple我們自己頂記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稍微的透露過 我們要算什麼 這個絕對值要是加好 剛剛忘了說其實上一節課的 有一個絕對值 有一個絕對值 小問題 反光小問題 好 希望大家自己有發現 然後再來就是 小1等於四N分之一 這一個 Apple of G 體積 好 這個 這個是等一下我們要的式子 星星號 等一下 我們剛剛說過 做N次以後就是四N分之一 剛剛我們有稍微帥一下 然後就得到這個式子 然後等一下就要開心 開心的事情要來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再切下去 可以 可以一直切下去 一直切下去了以後呢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是遞檢的 來不及被我插了 算了 就是呢 這一個 N號三角形系列 N從一二三到無窮打 我們現在想要考慮它的 那個 交集 那我們會發現 這個三角形 全部都是一個 很有名的集合 叫康佩 廢話 可口只有邦鼎啊 其他不知道也沒關係 發現只有可口邦鼎 為什麼現在要變大了 走到那邊去它就變大 什麼東西 你該走到那邊去的 上面就變大 真的太可怕了 它畫質變好了 唉唷 哇真的太可怕了 這圖欄變大變小 害大家竟然都看得到我 在上面亂畫的東西 好 好 不管了齁 我們還是用安全範圍算齁 旁邊當成風景好了 好 那個 那個 我們這個 那個 突然忘了要幹嘛 這個是compact 每一個都是compact 好 然後地檢 越來越小 但是都不是空集合 都是compact 非空的集合 大家有沒有人記得 這個定理 compact 地檢的 就是 來 1號 2號 每一個都compact 1號 2號 3號 一直一路下去 然後取交集 也可不可以跟它定理說這個怎樣 就不是空集合 就是 大家在第一次選人 通常都覺得匪夷所思 幹嘛 沒事證明這個幹嘛 這我心裡也覺得不是空集合 就 如果大家好奇的話 就回去 看一下 高維 如果即使自己忘記了 就自己 再回去查一下 就會發現 真的以前學過這麼神奇的事情 有沒有很神奇 就這樣子 直覺當然是對的 這compact 這樣一直交集下去 當然會是非空的 但是那個時候 就有證明這件事情 所以 有一個紀靈 存在一個紀靈 存在一個紀靈 是屬於 它的交集裡面 不管它交集一次 交到不窮多次也是一樣 就這樣 好 我們要之後的重點就是這樣 就真的有一個點在裡面 就真的有一個點在裡面 好 終於要進入我們的正局 現在才進入我們的正局 真的 為什麼現在就一直是這種保持這種 美好狀況 好不管了 因為 F有一個 就是 鋪數的 Z0 好 F在一個上面可圍 就是 假設 它在上面可圍 然後呢 對於 任意的 事實上對於任意 任意大圓就好 當然我們可以直接把 Apsom 然後我們最後要取的 Apsom一樣 這是 這是開開心心的 那個 因為 我們開始的那個三角形是固定的 所以 開始三角形的 直徑是固定的 那 開心我們也可以 拿一個數字平 這個是 這個只是一個數字 這只是一個場所 因為對我們題目來說 這個是 開始的那個三角形 那個 直徑是固定的 然後我們就取 這個 Apsom 大雲 這個取的這樣 看起來很開心 希望大家在 經過這麼多年 臉皮變厚了 所以對這種事情 已經很熟悉了 就知道 我們這個只是為了 要最後 最後要看到一個 漂亮的數字出現 我這邊也可以射 Apsom大雲 反正我們最後只要 小於 這個數字 就這樣 好 好 然後所以呢 這個存在 TELTA 大雲 0 是的 這個 B TELTA Z0 它還在我們的 U裡面 這很容易做到 TELTA不夠小 就再取小一點 反正一定有 然後 終於要用到我們 剛剛的公式 了 剛剛我們之前 上一版的公式 就存在 N大於0 使得 當 N大於N 然後這個 DELTA N 它是包含在 B DELTA Z0 裡面 它就是這個三角形 在這個裡面 就這樣 好 這個是我們有的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然後所以 F 我們自己頂記 小魚 好來了 終於來 重點 重點 重的重點來了 好 就是 小魚什麼呢 就是小魚 因為這個 這個 當然在裡面 所以 它就小魚 我們本來給的這個EPSO 本來的這個EPSO 就本來 本來這個EPSO 所以叫EPSO 這是我們取的 好就這樣 然後呢 再來呢 因為我們白的定理 就告訴我們說 小魚 這個 這個 那個 三角形的 積分 對三角形路徑的積分 會小於這個EPSO 再來一次 這個是我們的 本上一個定理的EPSO 這只是我們現在取一個 高級開心的名字 這個就是EPSO 就這樣 然後乘上什麼呢 我們乘上這個的那個 直徑 平方 然後就這樣 然後得到一個最 快要最終版的式子 就這樣 好 好了 好 我們終於快要 快要結束了 一切偉大的事情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一個很偉大的事情 就是 但是 就是 他的直徑 跟下一集的直徑 請問差多少 這兩個直徑差多少 知道嗎 差多少 差多少 我猜也知道啊 兩倍 欸對 欸對 就兩倍 好 這個人一個就差兩倍 那所以呢 今天呢 我們N個 就變成二的N次方倍 二的N次方 這個 對 二的N次方 好 好 然後呢 不相信了回家 用各種悲劣的手法自己證明一下 試試看 這個小時候的三角形快樂的時光 又回到了 跟前 然後大家就稍微的證明一下下 就會發現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就會得到的事情呢 就是因為這個 這個 我們的觀機室出來 齁 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 最大的三角形 跟DN號三角形 就是我們現在的DN號三角形 他的差別到底有多大 唉唷 嚇一跳 唉唷 自己聽到自己聲音很可怕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就會得到 這個 DN號三角形 他的 積分 就會小於 什麼呢 小於 唉唷 把那個 下面的換成這個 就會變成 4的N次方 然後 然後 CN號三角形的直徑 然後 分支 EPSON 對 乘上 上面 就是 N號三角形的直徑 的平方 好 終於看到一個 開心的數字 要把它消掉了 所以 我們就把 上下的那個 三角形直徑的平方 消掉 就這樣沒有 所以4N分之 EPSON 我們這個 完全沒有看到 那個 任何的 這個 任何的 跟那個 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直徑 終於沒啥關係 就是4N分之 EPSON 得到一個很漂亮的數字 好 那我們又發現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剛剛的 那個 我們剛剛的 因為我們不是要算它 我們是要算 原來的 原來的那個 大三角形的積分 不是算這個小三角形的積分 但是我們前面有一個式子 有 闡明了它們兩個的關係 就是由那個 不是不是折 是STAR 是STAR 就從STAR這邊推過來 就是呢 我們剛剛 剛剛這個式子 跟原來的三角形的關係 是4N分之1 然後 這原來的 三角形的積分 它會小於等於這個 DN號三角形的積分 小於EPSON除以4N 好 終於做完了 這個大家當然也知道 這個 不管這邊數字是多少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隨便我們看 然後所以呢 所以這個式子 因為 因為我們配的很 因為我們故意用的 各種的手段 這個當然做完了以後才發現 好巧的 它可以消掉 再一次啊 這個當然做完的時候發現 這個要把這個式子 弄到最漂亮 其實我們弄到這邊也可以 就算我們得到這個式子 沒有這個4N分之1 小於4N分之EPSON也可以 但是 因為我們用了很多 非裂的手段 去訂了一個很漂亮的EPSON 所以我們就最後 就會得到一個很漂亮的式子 這個式子呢 就是 這個式子就是 這個式子就是 那個 我們的 最 中目標 三角形的 G1圈 它的 絕對值 會 小於 4N分之1 都會消掉 所以就小EPSON 就這樣 完全得到我們要的 這個漂亮的答案 那 因此 因此 這對每一個EPSON都對 再一次喔 這是任意的EPSON 任意的EPSON 都對 所以呢 因此呢 這個 這個 絕對值就是0 那絕對值0 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原來的數值 G出來以後就是0 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好 終於得到我們的答案 好 就這樣 好 就辛辛苦苦發現說 我們發現了那個 我們最重要的科系定理的那個 簡單版 就是呢 如果它是可解析 小F是可解析 開開心心的積分的時候 發現說 三角形G1圈是 就這樣 可以好 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大家會發現 這個 這個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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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匪夷所思 難怪 大家後來學負辯的時候 很多人都已經忘記 我們有經過這個辛苦的過程 因為大家最後就記得G選等 反正大家記得G選等於0 就是啊 可解系函數 就全部都在整個上面 U上面都可解系的函數的話 它G選是等於0 那我們現在證明特例 特例就是三角形的畫4點 好 開箱